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关于读书计划 如果真的不知道要从何写起 可以参考在日文系网站提供的引导师问题啊 最重要的是要提到为什么想申请日文系 还有未来在文造的学习计划和你的生涯规划 教授想知道的绝对不是你住在哪里 什么星座 外加几个兄弟姐妹 是哦 我差点缺连我的LINE帐号一起写进去给老师了